一星抓鬼能有多少收益 兄弟们 有没有看到过三万收一星抓鬼龟虚的 咱们今天就搞来了五个 给大家测试一下 一星抓鬼到底能不能行 先把队长和队员上的钱给丢空 一星抓鬼龟虚就和抓鬼是一样的 都是在钟葵里领任务 但是龟虚是属于挑战任务 所以说顾伤是玩不了的 像是女儿冲啊 普陀 无敌斗都秒不出来伤害 这个也和抓鬼一样是需要开天眼的 但是咱们啊 经验脑道不需要开天眼 而且这个龟虚啊 头顶上有战斗两个字 非常的显眼啊 一星抓鬼还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全部秒出去一回合就能结束战斗 女儿村手动封印一下主怪是最好的 这里先被对面封了 那就没办法了 对面的封系啊 和辅助系啊 速度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快 第一场战斗 五千八百两银子 像咱们的宁波三法呀 都是可以全挂自动的 控制一下女儿村就可以了 女儿村会手动的碎域点阻 虽然说是一星抓鬼啊 但是鬼的伤害是越来越高的 特别是第十只鬼啊 一个三倍增火可能只得烧你五六千的血 非常的恐怖 十一回合结束战斗 不用天眼 全部空车 拉闸 给了一个队长礼包 我们开一波 看一下到底给个啥 五万两银子 拉闸 五万两银子是最拉闸的一个 运气好的话 可以给灵溪之蟹 和八十级的环 扣除那五万的话 队长就是十万的游戏币 队员是八点八万的游戏币 相当于是九万 四九三十六 加上十万 等于四十六万 咱们再来多测试几轮啊 测五轮 第二轮又空车了 又给了五万两银子 拉闸 兄弟们起飞了 本来我都不想路了 一直三轮都是空车 结果第四轮开始出货了 看一看 第四轮给了一个啥 女儿村拿了个八十级的鞋子 队长也拿了一个八十级的鞋子 然后还有 龙公拿了一个八十级的武器 还有一个队长礼包 让我们来看一下 礼包能开出啥 你就给我来还 又是五万两银子 五轮结束 兄弟们给大伙看一下 总体的数据 物品奖励 一共是二百零六万 这次的运气 感觉还可以啊 有一个灵溪之蟹 四个八十级的还装 但是队长礼包 就非常拉扎了 五个礼包全都是五万两游戏币 游戏币一共是二百五十万 加上物品奖励就是四百五十万 两个小时四百五十六万 讲道理 老邓觉得还是非常可以的 但今天这一次可能是运气有点好 还拿的有点多 平常的话空车的概率至少是百分之五十 可能还要往上一点 因为老邓最近一直在刷啊 应该刷了有二十多个了 空车的概率主观体验大概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也不是说一定不会得环啊 得环还是会得的 五轮得两三个环 应该是正常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是一百七十五级 并且雇伤比较少的组合 雇伤只有一个 那你就可以去刷的试一下 注意低等级别刷 因为低等级的游戏币会更少 下一次给大家测试一下三星抓鬼啊 听说现在还有五星抓鬼归序了 咱们到时候都去测试一波 兄弟们记得点赞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